MATIC representation 所以所謂DFT 如果說它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可能是從總共有L個Sample所構成的這個向量空間 轉過去到 Frequency Domain 仍然是L個Sample Linear Transformation 各位可以接受 雖然補課程習慣用的是時數 Time Domain的Signum是時數 但基本上這個定義是 S其實也容許它是負數 L個Sample Time Domain 這個是 Frequency Domain 但是我們在DFT裡面 它容的一個 Frequency Domain 假設都各有 都是L度空間 都是有限長度 它容許有限長度 Frequency Domain 有限的刻度 我們只看在L個Frequency上面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是L度空間到L度空間的線性變換 所以這樣的原因 它可以用LXL的矩陣來代表它 所以我們就說呢 這個 F 我們用一個F矩陣 可以把它寫成是這樣子 1 DC的部分 所以它的每一個Raw 都是要拿去跟攤抖面做內積的 對不對 每個Raw要拿去跟攤抖面做內積 所以它的第一個Raw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Raw 我講Raw是列 然後第二列呢 1乘上Exponential 負 J Omega0 1乘上負 J 兩倍的Omega0 到 1乘上負 J 就這樣 L減一倍的Omega0 然後第三行 1乘上1的負 J 兩倍的Omega0 那它這邊的這個浮角呢 會是 負 J 四倍的Omega0 24680 全部的浮角是它有兩倍 於此可以推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列呢 1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L減一倍的Omega0 然後最後一項呢 完整起 負 J 然後是 L減一平方倍的Omega0 總之它就是 你去檢查一下 這樣的定義 如果我們定一個這樣的矩陣呢 那 則剛剛講 Time Domain Frequency Domain 大寫S 這個像這樣呢 就會等於F這個矩陣 乘上 Time Domain 的那個 這個是 Time Domain 這就是它的Spectrum 它的DFT 好嗎 這是我所謂說呢 DFT可以用一個矩陣來表示 如果我們把Time Domain 訊號 現在只剩下L的長度 當作一個Column Vector 那這個Column Vector 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去乘上這個矩陣 其實結果就是它的DFT 也會是一個 乘出來也是一個L的一個 長度L的一個Column Vector 好 那我們就先take a brea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矩陣的表達式 這個矩陣的表達式呢 所以 在這裡 GPG的我們在講 什麼叫做負列轉換 轉負列轉換是把 我們要看的訊號 投影到 某一些 某一些的這個機體向量 做的這個 生存的空間 這是一個投影的觀念 好 那投影的時候呢 這支機體向量都是Orsamo 所以我們就直接 它兩兩桌 取它跟某個Complete Exponential 來做內積 所以這邊其實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矩陣 當我們說 有一個Time Domain的訊號 有一個Time Domain的訊號 有一個Time Domain的訊號 長度是固定的 它去乘一個矩陣的時候 做跟矩陣相乘 他們當然知道 矩陣相乘就是 這個 矩陣成像量就是什麼 矩陣成像量 就是 一種看法就是說 它的每個Row 都去跟這個像量做內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概念上面 其實算出來的東西 如果這個每個Row 如果我們把這個每個Row 叫做 我隨便給個名字好了 叫做F1這個Row 那我最好要小心一點 我這邊最好是說是 呃 怎麼叫 其實是F1 我先用這個符號 F1 F1 Germission HER FVK 你會把它想成 也是Title-U的訊號 它等於誰呢? 等於1 exponential的什麼 exponential的兩倍什麼 到exponential的L-1倍的什麼 這個什麼代表一個固定的項角累積 也許我應該寫J好不好 J也寫出來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觀念上面就是說 什麼叫做Discrete Freer Transform Discrete Freer Transform就是說 當我們把Time Domain的訊號 乘以這個矩陣的時候 那就是跟每個頻率上面分量的 兩兩內積一直做內積 所以這個內積出來的話呢 會等於 0這個訊號 跟我們s這個訊號的內積 DC的地方做內積 1倍頻的地方做內積 2倍頻的地方做內積 然後到L-1 最後一個頻率做內積 整個把它整理出來的 這個行向量 那 WHERE這個 我用這個notation 這是要把它想成向量 有點sloppy 特別強調是向量 所以這是投影 萬變不離其中 今天我們介紹了一個 Matrix representation for Fourier transform 它背後仍然指向這個意思 在我們在矩正乘向量的時候 我們是把我們已知這個訊號 拿去跟一些東西 這每個列都代表time domain的訊號 一一的拿來跟它內積試試看 內積試試看 內積試試看 最後就會有EL的內積 那個EL的內積就是這個訊號 在這些頻率上面投影掉 那所以也有些人數把這些 這些一個一個roll 但是這邊要注意到 我這邊非常的仔細的 用H H是什麼 H就是Hermission的意思 是轉字以後還要再取共讀 嚴格來講要這樣寫才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先到複數 所以這邊是一個 為了要詮釋受我們 容許我們想像複數 取之於複數的訊號 有實部也有虛部的訊號 所以這一個一個都是有實部也有虛部的訊號 一個一個都是有實部也有虛部的訊號 所以有人把它叫螺旋波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種講法 有些這個 我知道我有個學生他告訴我這叫螺旋波 因為他有上網看一些DHP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名老師說 這個我覺得取得蠻好的 這個叫做螺旋波 有實部也有虛部 就像那個電磁波有極化 有X分量、Y分量 它可以是圓形偏極化的波 這個螺旋波 然後呢 是這個意思 我盡量畫畫看 如果這是它的虛部 它的虛部 然後這是N 所以它有cos的部分 有j乘上sin的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一個一個我們就是拿這樣的波去做內集 我已經不太會畫 所以你想像一下它是這個意思 這樣子的意思 對 那N是離散時間的 所以可能是 你就會指向於這裡 下一個moment是這裡 再下一個moment可能是這裡 再下一個moment可能是這裡 再下一個moment可能是這樣 與此類推 到最後 這樣子 我們是拿這樣子這種 有實部也有虛部的周期函數 而且都是在 RU的這個長度裡面整處周波的這種 complex potential 有人說這叫做螺旋波 所以 還是萬變目的其中 當我們在做複裂轉換的時候 總是把他一種內訊號 拿去跟 一些的 basis vector 來做內接 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有問題嗎 好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有transform 就有inverse transform 其實Create這樣的一個notation 也有它的好處 接下來 這有個性質 這個矩陣裡面 這些Raw之間 這些Raw之間 其實兩兩是正交的 所以接下來 由這個正交的性質 我們就可以 很快發現說 它的那個反矩陣 很容易求的 反矩陣基本上是轉制而已 所以 接下來要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待會我會用這種notation 這些的螺旋波呢 如果我們說 F2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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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 這個 螺旋波 都是長度 其中 這兩者都是長度等於L 長度為大顯流 但是頻率不同的 兩個螺旋波 好嗎 頻率分別為 K乘上L分之2π 跟L 小寫L乘上L分之2π 這兩者 兩個螺旋波 來做內機 如果把它寫成是 那也就是這個向量的 其中一者要取permission 另外一者取 另外一者不取 然後兩個做舉證的 所以這個取完的話 一個是Rule Vector 一個是Column Vector 然後兩者來做舉證相乘 這叫它的內機 所以我們馬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去Verify 在這樣的定義之下 這兩兩列 或是轉制後兩兩行 取完permission 兩兩行 之間呢 做內機的時候 是 等於 L 當如果 是在同一頻率 自己跟自己做內機的時候 Otherwise 所以這些的螺旋波之間 如果它我們不是講同樣的頻率 的話 好像說 L的長度裡面 兩倍平的 跟那個五倍平的 轉五次 可以轉兩次 兩者如果你去做內機的時候 會是正交的 這等於零 所以兩兩是正交的 那自己跟自己的長度 稍微算一下 長度等於L 應該是長度平方等於L 自己跟自己做內機 長度平方等於L 所以我們很快看到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F 這個覆列轉換 寫成了 F0的hermission F1的hermission 到FL的hermission 所構成的矩正 每個都 每個都是rho vector 那 F跟 F的transpose 每個F的hermission 本質上呢 其實呢 F的hermission 就是它的e-reference 還差一個 L 我們馬上看到 所以 我們先繼續看一下 F的hermission 就會變成 這邊是一個一個列來想 它的permission 就像一個一個行 一個行 那就是F0 一行 F1 一行 所以到這邊 再講到這都向量 這邊並不是講到 單一的頻率 這就是 這都是向量 允許類推 我們來考慮 我們來考慮 F乘上Fhermission 會變成什麼 我們來考慮這件事情 好吧 利用這個性子 所以我們很快看到 F乘上Fhermission 會變成一個 diagonal matrix 有沒有看出來 F乘上Fhermission 會變成 diagonal 因為off diagonal 會因為內晶都等於0 所以off diagonal 所以我們現在來 consider F乘上Fhermission 其中的F 是代表 Discrete Free Transform 只是舉證表 它是 乘上Fhermission 這兩者相乘的話 舉證相乘就是 這邊的一個row 乘上這邊的一個column 這邊取一個row 這邊取一個column 這邊取一個column 兩兩來這個 做這樣的事情 做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弄出來之後 你會發覺說 它會等於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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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方都等於0 也就是說 它等於 L 所以 言下之意 F的inverse 是誰呢 F的inverse 就是 L分之一 乘上F的Fhermission 這個 講義上面 用的是一個 Dagger 符號 匕首 各位如果有參考講義的話 那個意思 HER這個 Dagger 或是有時候寫成Dagger 會把它寫成叫做 他的 這樣 Adjoint 他的Adjoint 寫法 一樣的 就是 不管是寫成這種 Adjoint的符號 或什麼 Mission的符號 意思就是 他的轉字在取功 所以 就講到說 在DFT 有限長度的附附轉換 那 其反轉換 反轉換 反轉換是什麼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介紹 DTFT的反轉換 也還蠻像的 我們來觀察一下 他的形式 上面是很像的 我們來比較一下 DTFT 那怎麼寫比較好 DTFT的反轉換 DTFT 是等於二拍分之一 所有頻率積分 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形式 是有 都還蠻像的 哪邊像呢 各位看一下 哪邊像 你們有所有看 這邊跟這個 哪邊像 首先 這個對於時間的長度 對於整個頻率的長度 要除L 這邊是整個 總共頻率是除二拍 這個有像 還有哪邊像呢 所以 對於是 FORWARD TRANSFORM 是 我們是說 E-J 但是 INVERSE TRANSFORM 每次都找出 E-J 這是HERMISSION的意思 它的 INVERSE INVERSE TRANSFORM 取了HERMISSION 轉移 以後還要取共惡 那個共惡出現 所以 這邊就是說 講到說 DISCREAT FORWARD TRANSFORM 其 INVERSE TRANSFORM 會等於這樣 會等於這個樣子 會等於這個樣子 所以 寫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exponential 各位記得 那個 JOMIGA N 是正的JOMIGA N HERMISSION FORWARD TRANSFORM 是OS 是-JOMIGA N 這邊是正的JOMIGA N 然後還有要對於這個 frequency domain的總長度 是L 要來做NORALIZATION Otherize 它的性質還是蠻像的 所以性質還是蠻像的 所以我就不一一介紹 比方說它的SYMMETRY 比方說 它也有它的SHIFT THEORY 比方說 它也有說 如果X是V的話 它的這個DFT 或者說它的FFT 也會是這個左右對稱啊 這些 差不多都有 相對INTHEREAL 都有 那就主要來拉閘很多 但是各位從實作過程中 應該也慢慢可以看得出來 那些我們介紹 不過我特別介紹一個人 由於這個性質呢 我們很快可以說明 剛剛上課的第一個Theorem Possible Theorem